欢迎收看摩包龙行一期视频 马上就要出席了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 所谓的破法者在升级了全部科技之后 在战役里面的编辑器当中 他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虽然说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重型护甲 但是在战役里面他仍然是重型护甲 技能方面还是那个味道 你的召唤物很不错 现在我的了 好了咱们话不多说正式开始 我经过突历的估计 发现满科技的破法者 也就只能在五级这个分段混了 既然你提到了五级 那么就应该派出一个五级的代表性野怪 他就是章鱼哥 章鱼哥是一个法师单位 而且他的魔法值也是真的不少 这种只会三脚猫功夫的蹩脚法师 在破法者眼里就是绝佳的目标 并且战役里面的破法者还是完全体 他不仅是重型护甲 而且生命值也是多出了50点 在魔术争霸里面 所有的护甲都有他的弱点 但是重甲配上魔法免疫 他没有任何的弱点 但是仗打到这里 大家想必也明白了 破法者虽然护甲还有技能都很强 但是他的自身战斗力有一定的欠缺 打一个五级的章鱼哥上前一层 那么换上一个五级的纯粹的白板野怪 只能摸全手的话完全是没戏的 你可能想象不到 在野怪竞技场里面 刺杂风云的召唤系野怪 在破法者面前都是小弟弟 陪着龙虾人先知不挺能打的吗 龙虾人先知真正尴尬的地方 在于他不管用不用技能 他都打不过破法者 这局就是100%的100开的连压局 于是这场对决很快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就让破法者来挑战一下五级的最强野怪 野猪人医生 野猪人医生有两项技能 可别是叉奶棒和召唤灵魂之珠 破法者表示召唤物不破都是我的了 破法者这个兵种是严重偏刻的 他打不过的他就打不过 他打得过的那些法师再这么厉害 他都可以轻横搞定 当年人家野猪人医生可是能够单挑九级攻城魔像的强悍存在 到了这里他仍然打不过一个破法者 但是破法者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我们在视频的后半段再讲 不仅打得非常清红 甚至还是满血赢得战斗 但是如果你派出五级的纯粹的力量型白板野怪猛满人的话 破法者表示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 我不跟你讨论 衡量一个野怪自身实力的强弱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就是和一个磨面野怪打一下 在和磨面野怪的战斗当中 像痛苦魔女还有艾瑞达术士这种靠技能吃饭的就完全没用了 但是野人表示啊 咱就是不放技能也在中等以上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呀 在这种两个近乎白板的野怪之间的单挑 其实开局十秒 我们就可以看出谁可以获胜了 编辑器里面的破法者攻击间隔是1.9 在搭配上他呢满科技才只有20点的攻击力 这样的输出是非常乏力的 反观猛马人战士这边不仅攻速比他快 而且攻击力也是高达30点 这场对决其实从一开始就赢不了了 这已经注定了 破法者放到6级对付一般的法师单位 他还是毫无难度的 但是如果你想让他对付6级的对强法师 德莱尼先知他还是完全没戏 人家德莱尼先知不仅奶量充足 而且有辉煌光环相辅相成 你根本抽不光他的蓝 换句话来说 即使是你把人家的蓝都抽光了 但是你也仍然没有任何的剩下 因为人家的攻击力比你高太多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破法者是确实不能当作输出的阻力 因为他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不过这局破法者能够打成这样 也已经是属实不易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6级的对强野怪 没有之一的独老野人 你的小树人真的不错呀 现在也是我的了 在破法者的魔法破坏之下 野人显然是不会再召唤第二批树人了 这时候控制魔法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他控制不了那种过大的召唤物 换句话来说 就是只要敌人的召唤物生命值不够高 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300血的树人生命值也着实不算多 但是人家野人表示 我不仅是300血的树人 我还是一次性召唤三个 来呀来控制呀 把我们都控走呀 人以为坎克小树 没想到捅了树人窝 破法者的战斗力放到7级 就已经完全吃不消了 在7级里面就是一个倒数第一 连锅了多头蛇他都打不过 死人魔灵组即使是不放任何技能 破法者都打不过 破法者总体而言 在5级混得比较吃香 混得比较开 到了6级就已经初步显现颓势 到了7级就是完全的倒数第一 这局已经败局已定 没有什么悬念了 晚期视频点大家投币 还是超过1000 咱还是继续的快速更新 谢谢朋友们 你瞅啥 继续的快速更新 帮助了 好